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去跑马地, 跑马地做什麽? 看跑马仔, 但是这个跑马仔的场, 不一定是跑马地, 是全香港以外的范围。 为什麽呢? 如果从新闻的角度, 大家其实应该关心的, 就是为什麽新一届的特首选举, 至于3月底就举行, 但是到现在似乎跟过去的现象很不同, 以前最低限度提早大半年, 或者最少半年, 那些人慢慢慢慢涌出来讲讲讲那样, 大家茶余饭后半年前已经多了新闻, 但是到现在,距离大概是两个月鬆一点, 但是大家茶余没有了声气,没有了气氛, 只是突然间接出现了一个新闻, 新闻出来了,我又照讲而已, 就是陈冯富珍消息指, 他是被指有可能做好准备了, 又有哪些的团体帮手起一些支持作用, 有可能去参选了。 但是当事人是完全没有任何表示或反应的, 所以,大家说两个月鬆一点, 但是现在全部没有了那种气氛, 为什麽这样呢? 其实大家冷静点去看, 其实不是没有的, 以前又不是半年前, 大概都是三、四个月以前都有的, 是有其他人的, 所以现在来讲, 波光繁映, 大家自己去看看, 真的是香港水面上有波光繁映, 有很多东西大家会令到感觉到, 很多东西超乎大家的想像的等等, 总之大家就加码去看。 所以,我从来看这些, 包括稍后所讲的,当狗狗仔就可以了, 因为从来没有眼前任何的倾向或显示, 或者任何的苗头, 因为任何这些东西可以在最后确定了之后, 是忽然间变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在跑马地以外, 跑马仔的一些观察点了。 首先,大家说为什麽已经埋牙时候了, 按过去来讲,已经是进入直路了, 大家要宣传,大家要什麽的了。 过去北京有一个考虑就是, 要有足够时间给那位特首表现自己, 或者宣传的政綱等等, 准备或竞选工作的气氛已经出来了。 如果他已经在官场中人, 无论是官员,或者是议员, 或者其他来讲, 都让他有一些姿态显示出来, 但是到今时今日都没有, 大家就估为什麽了。 我又估的, 无非有几个很实在的原因, 第一个,如果你在某个情况之下, 由你本人,或者是能够代表你的人, 或者代表你的团体、机构, 是讲了你可能会参选了, 会不会由这一分钟开始, 你很多的行动, 将来都会作为你的竞选经费裡面的一点呢?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你便很烦了,因为是你自己现身, 或者能够代表你的人或者团体。 在这裡来讲, 现在大家看到全部都是转弯的, 或者某个团体或者某个传媒, 风文现在有些什麽什麽, 他报那阵风, 那阵风你可以说风从哪里来, 跟当事人无关的, 变成了最低限度避开了很多选举经费裡面的吵架事, 因为有些事情搞不清楚的, 最低限度先减低自己的开支, 如果真的这样计数下去, 计数而已,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怎样呢? 就是根据过去的经验, 不单止是香港,不单止是特首选举, 立法会、区议会、外国的选举都是这样的, 哪些人是站了出来的时候来讲, 可能都未到真正盲牙,投票、宣传, 万箭穿心,或者鸣枪、暗箭、子弹横飞, 外国就会相对透明一些的, 就会知道你的子弹来自哪裡。 但是在中国或者在香港, 大家便会發觉, 往往很多时候真刀真枪外面批评老百姓等等来讲, 不是最杀伤力大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怎样呢? 就是保持低调先, 不要马上成为了众此之的。 这个又是技巧来的, 你不要说奸, 因为参与亲这些来讲, 我觉得是很多政治人物兵家的常识来的, 大家不要用奸的角度。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怎样呢? 第三个原因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北京在2019年当时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 已经很清楚讲明要牢牢掌握香港全面管治权。 这个讲法是由2014年的时候的 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的白皮书裡面, 是有这样的信息带出来, 现在在四中全会裡面是变成一个制度和执行机制。 在这些情况之下, 再演变了现在三年, 计算了1920、21、22, 计算了现在当三年,两年多了。 在这样的环境裡面, 大家已经知道, 没有空间, 即使是建制裡面, 你还想裡面擦边球,打关斗, 跳不出如罗佛祖的掌心, 如果你打关斗,令到他的掌心觉得不舒服呢? 都不行的现在,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没有任何那个表态, 或者暗示,或者指示等等, 没有人在这个时候会抛头露面。 因为江湖裡面又有一些传闻, 就是说过去曾经有人尝试过, 既然是这样,我们相信中央, 他不干预的, 大家都尝试,都会尊重中央利益, 不过又尝试一国两制的空间, 看看有多大。 于是有些人曾经试过自己部署, 跟着不是招兵买马了, 即是自己做一些研究, 找一些人来帮忙,都有做参选的准备。 但是他做漏了一件事, 就是他做那麽多事, 没有让北京知道,是吧? 你做好了准备, 然后才说我会参选的。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北京都不会怎样阻,老实讲, 因为有很多情况未必上轨道, 你见那时泛民梁家杰、何俊仁都参选过, 以当时的机制来讲, 你是阻不了的, 或者你是想办法阻, 但是都有泛民的人参与下去, 其实是衬托了你那个选举有竞争, 所谓竞争。 所以当时未上轨道, 所以那时有些人不打招呼之后, 是做好准备, 突然间你告诉上面听, 你已经按照了中国的游戏规则, 都是有打招呼, 但是这裡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你为什麽准备的时候, 你不跟上面打招呼? 你准备好之后, 这一个北京不会担心, 因为它的调控能力稳定, 是相当有把握的。 但是假如出现了一些事情, 它觉得是有Ill feeling的, 即是感觉不好的, 那个感觉是怎样呢? 那个感觉就是fear of unknown, 即是它本来觉得无事的, 但是你这样去你的私下部署, 到最后你觉得条件成熟才跟上面讲呢? 它会觉得第一,你不尊重它, 是吧?它权力来源。 第二,它怎知你跟它讲的东西, 是不是你全部做的东西? 可能你跟它讲的东西, 有些你做了它又不知道。 这个引发一种叫做fear of unknown, 莫名的恐惧。 所以,到现在我就不信了, 还有人去玩这些游戏。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表态, 或者阿爷未出声, 或者没有任何启示、暗示之前, 是没有人那麽傻的现在。 所以,你剩下两个星期, 如果没有任何启示、 没有任何绿灯、黄灯等等, 没有人出来的。 所以,其实整个现实情况、选举文化 与以前是很不同的。 所以,从这个来讲, 我觉得全途理解的, 因为过去是在北京眼中未上轨道, 现在全部上轨道,北京眼中, 连泛民全部进不了习。 还有,大家有没有留意这次特首选委会的尺寸? 是窄了很多的。 以前你毕竟都说有间接选, 怎样怎样选,选举委员, 但现在不是。 一来尺寸小了, 二来你从过去的立法会选举裡面, 哪个人可以拿到提名呢? 这裡已经是一个很讲技巧的程序, 有些人叫救命都拿不到, 到最后都拿到。 你可以看到在特首选举裡面的票源, 提名票等等,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指引的了。 当然,各个转委自己本身都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所以,这裡不妨可以再从另一个角度, 假如是北京,他去想这些问题,他怎样想呢? 我又不懂,我只能够讲观察。 我经常讲,香港这个选举在北京眼中, 不是头等大使,头等大使一定是二十大。 而二十大的前提是, 他要国内,包括香港是全部一片稳定, 你外国在搞搞震, 他认为一定在搞搞震的,搞破坏的。 只要他在香港禁止,一切是稳定的, 就不要影响到二十大,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轨迹来的。 所以,在北京眼中, 这个特首选举只要不乱, 那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不会是北京的重点来的, 但是他都要看着, 如果在这样的思维状态之下, 第一,北京就会想, 或者国内的官员就会想, 你哪一只马进去的, 让你跑得的, 哪一只不是我的马, 当然是服从中央的。 怎可能还会出现, 两个建制,一个泛民, 不可能的,现在全部DQ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京担心什麽呢? 没有需要担心了。 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北京不表态, 或者没有任何暗示, 包括林郑上去述职, 都没有任何,究竟你说连不连任, 没有任何官员说话,都没有的。 包括习近平他那时候说支持林郑月娥, 支持特区政府,怎样怎样怎样。 后来对比李克强所讲的支持特区政府, 特首、依法、舒正等等, 到后来文字才改回,习近平那时候。 所以,你这样去演绎, 你又可以演绎,北京仍然是支持林郑月娥的, 因为支持他依法施政。 大家不妨可以试想想,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北京又何需要及早表态,太早表态呢? 既是所有入习的人都是他的马, 让你所有有意参选的人, 尽量以你的能力,以你的忠诚度, 以你领会中央的敏感度来一个测试。 是吧?如果你有些忍不住气, 一声跑了出来,自己托了一个头出来, 这个就是体现到你对中央政策的领悟, 敏感度了。是吧? 所以,大家只能够自己计数, 观察一下究竟是哪个时候, 冒出来的时候还是转弯放风, 还是转弯转弯再转弯放风呢?等等。 甚至上可能这些转弯转弯放风, 又是有指示才是这样做呢?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含意, 说哪件事就是这样, 我只不过说你见过去那麽多的事例, 其实都有出现过的。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第二点来讲, 让大家努力表现,表现, 然后看看到最后他选哪些人合适眼前的需要。 到第三点来讲,我猜而已, 有些人也觉得其实第一条件是入闸的人全部是你的, 第二,你反而让他们在短时间裡面要表现, 跟着长时间裡面的忠诚等等, 你考验了, 倒不如第三个选择尝试一下,是什麽呢? 就是你确定了哪些人可以入闸, 尤其是在那麽少的选位, 那些票不是很多,是吧? 在这样的环境裡面, 你已经是可以确保了, 不会好像以前那样, 中央落扒打要有君子之争, 但是到最后就有乎君子之争的事情出出来。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倒不如你中央确定了哪些人可以入闸之后, 那你就可以放手,不具体,牵住走, 然后你站在旁边盯索, 都没有人敢跳出你那个调节的范围,是吧? 既然是这样,可以做一套戏给香港人看, 真的有竞争的, 因为大家会看着那条线的, 你过聋过到真是阿爷觉得你的客观效果是拆台的, 大家都会守住,不会去到那麽尽的,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便可以趁访到真是转举的, 这个就是北京刚刚上个星期开会, 即是这些研讨会, 就说这些不是西方的民主,是香港式民主, 中国现在正确的一国两制, 就任它解读了,是吧?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大家已经更加很清楚, 以前那个选委会裡面的组成, 你可以说有些大商家、大骂傻, 它可能变了间接的kingmaker, 现在的kingmaker真的是北京, 其他你还有哪些说我可以掌握到有几多比例的选委票, 没有的了,是吧?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北京真的不需要急的, 我只是讲一个分析,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大家又有不同的角度去观察, 其中一个是什麽呢? 就是既然陈奉富珍又传传传传传传传, 另外,刚才又说大家看这些要看波光繁映, 又要看有没有超级现象, 又会看有没有加倍努力等等, 大家自己去看。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这样是安全的, 大家便会说林郑作为现任的特首, 假如他说要寻求连任的, 亦都是合理的推测, 不过有些人,不是有些人, 外面有个消息传出来, 但这些消息是不知道谁传的, 就是说他在北京述职的时候, 已经表示不会寻求连任了, 因为各种原因, 有些类似在2017的时候表示要照顾家人等等, 但是我都说没有人知道这些是谁传的, 可能不是他传的, 可能是其他人觉得要做些气氛, 让其他人上马, 这些任何的东西都是一种猜测, 我都讲到明了,不要一定相信这些东西。 于是又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又是传的, 就是因为大家看到现在鸿门宴, 鸿门宴出现了之后, 从新闻角度, 从茶余饭后的讨论角度, 基本上老实讲, 这个是传播学, 社会学裡面的一个已经开始有少少蓝, 那个话题,有些人说不要讲了, 所以立法会第一日开会, 大家看看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 全部都是提其他问题, 民生、郭泰那些问题而已, 你说没有人提过鸿门宴那件事, 是怎麽处理的, 有些人说我有提,不过抽不中而已, 总之客观效果,大家就说, 似乎这个话题比较淡下去了, 但是到那麽上下, 到真的特首选举的时候来讲, 大家又会不会提这些问题呢? 你不提可以, 选委不提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打消不了老百姓, 它自己是关心的。 去到这裡的时候, 有些人说林郑突然间又举政府架构改变, 最近又有消息23条,基本法23条, 虽然说是没有时间, 今届政府裡面是没有时间会通过了, 各种的讲法都有的, 只不过是从这些讲法裡面, 引出了另外一个传闻, 我又讲明是传闻,没有人能够证实的, 而这些亦都是大家比较关心, 不引起仇恨的, 不引起动荡的。 这些传闻是怎样呢? 就是说,如果林郑要我处理鸿门宴, 处理得好的, 好个标准,很多人有不同的标准, 总之处理得好的, 是能够挽回政府威信的, 我上次都讲过了, 彭定康当时都有梁炳宴事件, 他乘机处理了,炒人, 他都玩权术的, 彭定康都保护他的亲信的, 但问题是一个政治技巧手段来的。 如果处理得好,鸿门宴的, 很可能是转危危机的。 跟着还有一件事, 就是从北京的角度, 他不是单单你这个事件处理得好, 或者满意, 就为你林郑挽回那个小小声誉, 从北京的角度, 他还会觉得你处理鸿门宴事件处理得好与不好, 是会影响以后那个特区政府, 来界,无论是谁做特首, 因为老百姓就会想, 你究竟是官权贵互相掩护的, 还是说你秉公扮理呢? 这个判断不是你不讲, 判断就是你那个结论, 老百姓自己有判断的, 所以从北京的角度, 不是单单看林郑处理得好与不好, 处理得好与不好会延续到下一届政府。 于是大家就开始想, 为什麽这段时候无端端有23条提出来, 如果林郑处理得好时, 又会不会有机会连任等等, 大家都在跑马仔在观察, 落不落着, 无得落着这些, 于是就得出一个可能性了, 可能性是怎样呢? 假如,我讲假如, 假如林郑又再选连任, 当然又有人竞争, 因为这样才合乎香港特色的选举文化, 如果你单一个, 这个北京都不想,我估计。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林郑又再选, 跟着又有其他选, 北京是放手的,假如, 这裡出现坊间不断传闻, 连很多建制等等, 都觉得林郑月娥是连个人的性格脾气, 跟他们都格格不入, 甚至上他亦都觉得自己是天人来的, 有很多意见, 有些人都觉得,你做一届就算了。 但是,有另一个讲法就是, 假如现在北京的要求, 希望基本法23条都尽快通过它, 但是在眼前这一届剩余的不够半年时间, 即特区政府可能赶不及的, 赶不及会怎样呢? 其中一个,让林郑延任特首, 你说当选就可以了, 不过当选完之后, 是否等于未来五年全部都做了呢?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来的, 可能23条来不及本届政府做, 就过下一届, 过下一届,如果这个是完成了, 到时形势是好的, 会發生什麽事又不知道的,是吧? 大家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总之就是N的可能性, 从老百姓的角度, 大家是第一,没有影响, 第二,没有参与, 只能够作逼上官。 所以, 不要骂大家,我是躺平, 不关心时事,不关心新闻, 因为大家是无从关心, 是吧? 所以,听到这些感觉来讲, 他究竟是假如他不连任的, 可能是他自己选择呢? 如果他连任, 是否又可以做到未来五年做了呢? 不知道的,好还是不好呢? 新的来又会不会比较好? 这个大家都说, 问题就是那个器皿, 那个器皿是这样的, 因为你倒咖啡、水、橙汁下去都是这样的器皿的形状。 所以,引發了大家都说, 可能23条都是, 不要紧,林郑那麽忠诚,让他做完, 做完之后,其他的事情应该都要建立, 不是说每样东西都在那麽绷紧, 他功成身退。 所以,各种可能性都有的, 所以,看这些事情,不是看未来五年了, 是看那一刹那裡面的需要和处理。 所以,我们只能够作逼常观, 其他只能够是没有东西讲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裡,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